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一种一种大优势的旅程 我们也有同行承认 那挑战是一种我们想得到 NASA的再度登月任务阿提米斯 眼睛勃勃 当地时间15号公布新版太空衣 这就是我们的空巾 为阿提米斯的代表 五十年前的阿波罗任务时代 太空人在月球表面得像兔子一样 蹦蹦跳跳移动 新版探索舱外活动桩 保留标志性的透明头罩 但关节部分灵活度大增 依照NASA的说法 可以让太空人在月球表面 走得像在地球上一样 它会很困难 真的很困难 但我们要为工作的人得正好 为了预定2024重回月球的阿提米斯计划 NASA大幅更新各种硬体设备 除了50年没更新的太空一之外 NASA还开发新型火箭新型登陆舱 而更远大的目标是打算在2030 把人类送上火星 值得一提的是 近年来NASA太空任务女性角色逐渐吃重 就连为了太空一拍摄的宣传片段 女性曝光画面也大幅增加 目前已经有女性太空人在执行太空任务 未来首度登上火星的人类 也很有可能就是女性 三地新闻中日好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讲述